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习在足球运动中如何站位进行防守。 在队伍没有掌握球权时,所有的球员都要参与防守。 目标是阻止对手进球得分,压迫对手使对手失误并结下球。 在大部分的足球比赛中,当一方没有掌握球权时, 每一个球员都有一个直接对位的对方球员。 换句话说,他们都有一名需要注意并负责防守的对方球员。 要保持您的位置在您的对手和几方的球门之间,保持两米的防守距离。 随着对方前进而后退,注意您的对手惯用角是哪只角。 自己与对方呈45度角,注意力保持在球上,随时准备出角。 如果您的对手与球的距离过大,您可以将球截下并且轻出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— 订阅 — 打赏。 iti务方ets意念